Hello,大家好,我是彭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四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 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九十三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A 24-hour clock is 1 o'clock It is faster by 1 hour and 45 minutes 它说一个24小时制的钟 它是正在显示的是一点钟 但是呢它会快一小时45分 所以说这时候问what is the actual time 那正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多少 我们做的办法是往回回溯这个时间 首先我们先减掉一个小时 减掉一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会来到的是凌晨的零点 然后呢再从零点呢 我们再往回追溯45分钟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其实倒回去的24小时制的是23点15分 前一天的23点15分 也就是11点15分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的答案是这个选的是第四个选项 这一道题主要探讨的就是我们的24小时制 24小时制呢 大家注意24小时制是没有24点的 它最终是从零点开始 从零点一直走到夜里的23点59分 然后再之后呢 又会到下一天 好吧 这是我们的24小时制 那微意思啊 不知道 没 有意思 '